青年政策要到位 下方權力最實際 下方權力最實際 我要有票選委員 我要有票選委員 不要建制分餅仔 不要建制分餅仔 好 青年人現在是面對著很大的壓力 其實是很多方面的 有教育的問題 有就業的問題 其實也有置業的問題 我自己覺得我絕對不能代表 整個非建制的光譜 但是我希望可以做到的 就是至少有一把 民主派的聲音可以吸引 我盡量反映到其他人的意見 他必須第一要提高透明度 所以會不會在他的 我們可以唐聽 可以列席一些會議 甚至會網上直播會議 甚至一些文件上 會不會我們公開看到呢 同時也可以 在這裡 既然可以見 Ala